今天我们来介绍一部印度科幻电影《魔王》 沙卡是电脑游戏设计师 他和妻子索尼亚以及儿子普尔提一起生活在伦敦 由于种种原因 他所在公司所推出的游戏销量一直低迷 同时沙卡对游戏设计的灵感也渐渐枯竭 这天回到家里时 他因爱玩游戏的儿子普尔提而重新找到了灵感 于是决定设计出一个强大 并且不会被打败的反派游戏角色 但在游戏完成时 他创造了一个好战并且具有独立思想的大魔王 接着沙卡还根据自己的模样设计了对抗魔王的勇者 魔王和勇者的体内都有能量核心 只有能量核心和身体在一起时 才可以杀死对方 随着游戏全部完成 沙卡鼓励儿子普尔提去体验这款游戏 普尔提体验了之后 他感觉游戏非常有趣 但这也让大魔王记住了普尔提 接着大家为了庆祝游戏的完成 举办了盛大的发布会 而此时大魔王和实验室的三维技术意外结合 这让他逃出游戏世界 还在现实世界拥有了身体 大魔王强大的力量和他征服一切的野心开始显露 并且他准备寻找游戏世界碰到的对手普尔提 当他看到游戏设计师阿什卡时 他变成了阿什卡的样子大肆破坏一切 然后找到了沙卡 魔王想通过沙卡来找到普尔提 当沙卡得知了魔王要找普尔提时 他谎称自己是他要找的对手 但魔王没这么好骗 他一眼就识破了沙卡的谎言 接着生气地把他杀了 妻子索尼亚得知沙卡的死讯后 伤心的大儿子普尔提回引渡 但大魔王再次找上门 普尔提想到既然魔王可以从游戏世界出来 那么勇者也可以 于是他用三维技术召唤出了游戏里的勇者 勇者果然出现在现实世界 他和魔王展开宿命般的大战 在一阵刀光剑影之后 勇者成功地把魔王打败 并且拿走了魔王的核心 普尔提和妈妈索尼亚带着勇者回到了印度 但因为勇者的脸是根据沙卡的模样来设计的 索尼亚和普尔提看着勇者的脸 内心非常想念沙卡 勇者虽然拥有独立思维 但思想还是十分简单 他与普尔提相处得非常愉快 之后魔王再次复活 他通过游戏公司的线索 知道了勇者和普尔提的下落 于是在家庭聚会上 索尼亚和普尔提又再次遇见了魔王 魔王先抓住了索尼亚 把他关在了永不停下的火车上 然后通过假扮索尼亚来抓普尔提 勇者及时赶来救索尼亚 索尼亚看着勇者与丈夫相似的脸 似乎看到了自己深爱的丈夫 内心充满了伤感 接着勇者去找魔王 在普尔提的操作下 勇者变得非常强大 他将魔王打得节节败退 到了最后关头 魔王又变出了许多分身 勇者开始落到下风 但普尔提想起来爸爸沙卡对自己的提示 他找到了魔王的真身 魔王再次被勇者消灭了 由于代表黑暗的魔王被打败 代表正义的勇者也渐渐消失 普尔提感到很伤心 因为勇者在他心里不仅仅是一个游戏角色 普尔提决定去救勇者 影片最后 在普尔提的努力下 勇者再次复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